2016总统大选电视证件发表会第二场 第一位进行证件发表的是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 开头朱线呼吁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 与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 希望超越党派共同一致关心慰安妇问题 向日本政府要求对台湾慰安妇 提出正式道歉与赔偿 台湾慰安妇的本人跟家属 要能够为他争取人权争取公道 这是一个我们应该要做到的 不管跟日本的关系如何 这是我们最重视的人权问题 也是历史的真相 否则这些台湾慰安妇 他们生不得安抚 死不得安息 慰安妇问题正义多年 日韩两国终于达成协商共识 总统候选人也都认为 要为台湾被迫慰安妇讨回公道 不过宋楚瑜话锋一转就说 这么多年来政府不争取 现在才要正事 政府不觉得惭愧吗 也表示过去受的委屈要讨公道 现在的不公不义也要正事 而蔡英文认为争取未案赴赔偿 执政的国民党应该马上就要去做 我们的政府应该要拿出行动 替我们上一个世代的长辈来求一个公平 让他们在过去所受到的委屈 他们的心灵的伤痕可以抚平 也可以得到赔偿 这件事情是朱主席 以国民党的党主席 应该告诉执政的国民党 应该要马上去做的事情 如果我们的公权力对人民的苦难 就像刚刚未来安妇也好 那是过去 但是现在我们还有好多的农民 我们有好多的渔民 我们好多的这些土地征收 政府像土匪一样的去 阿爸的去征收土地 土利财团 我们难道不会替他们好好去做吗 总统候选人证件发表会 朱立伦提了不少经济政策 其中包含要提高基本工资 带动经济成长 大幅度的调高我们的基本工资 从现在的两万零八元 未来四年后 四年内我们把它调到三万元 它不是只是一个加薪的一个政策 其实它最重要的目的 一方面改善我们现有低薪 以及薪资结构的问题 它真正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刺激 台湾产业快速的升级 调整我们经济的战略 而蔡英文也提出安心住宅 年金改革政见 我主张要制定不动产 不动产租赁条例 并且鼓励租屋管理事业的发展 让房东可以轻松的出租 让房客可以安心的入住 这次新国会上任以后 马上就可以处理的事情 第三 我会推动社会住宅政策 我会在八年内办理 二十万户 只租不卖的社会住宅 宋楚瑜谈教育 要解决学贷 动涨公立大学学费 并做好技职教育 宋楚瑜也强调 要做有温度的政府 技职教育是未来的根本根本 那就是我有两个重要的对策 那就是第一 我会想办法活化和松绑 我们现在的大学法 我也会去参考德国人的经验 如何把这些技职教育 好好去做好 大选逼近 总统证件发表会 形同交锋会 各个候选人活力全开 互相攻防 哪位是选民心中的总统人权 1月16号就会揭晓 记者穆拉斯鲁鲁 台北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